来不及退伍只差三天的洪仲秋 关紧闭关道丢了一条命 现在军中的同袍整理出疑点 公布陈情书的内容 准备要替兄弟来讨公道了 洪仲秋他的好朋友跟同学 更在脸书上面发起了声援活动 希望大家一起发声 要求军方一定要把凶手揪出来绳之余法 甚至计划要上街头来抗议 不让洪仲秋白白送掉一条命 镜头前的笑容永远阳光开朗 照片里的动作总是搞笑纯真 身旁始终有好朋友簇拥 烤肉打球海滩竹浪 洪仲秋是同侄间的开心果 学弟中的好学长 想不到当了兵一去不回 实在不甘美好回忆 只能成追忆 洪仲秋的好朋友发起脸书声援 誓言不能让他白白牺牲 就算要上街游行 也要替他讨回公道 丙爷 老师 我是仲秋 脸书近五万人赞瞎 网友网搜吴思良女士官长范左线 整理媒体报导 质疑他就是幕后黑手 知名音乐人许长德 更在个人脸书开炮 痛批禁闭关死人 比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 更冷血 更残暴 更没道理 简直是 果耻 这个是他 不只同学 军中同袍也发表网络诊情书 质疑洪仲秋身心平良测验 根本没过 怎么能关禁闭 同旅一堆危机官兵等不到禁闭室 洪仲秋却被高层操作 直接处分 况且禁闭只能关小兵 洪仲秋军阶下市 惩处方式与法无惧 显然有疏失 军中民间力量集结 军方处理程序缺失一箩筐 谁该负责 一个 都必想跑 中文学的两天王政台北采访不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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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